欢迎收看3月25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沈维彤 要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这两天北部天气时时冷冷 尤其东北季风旺盛 北部东北部低温可能降到14度左右 感觉到有点偏冷 第二地方呢 则是低温在17度到20度 因为华南又有新一波云与带东移 北部东北部持续有震雨 尤其宜兰到花莲北部有大雨 以及豪大雨发生的机会 不过至于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仍然维持多云时阴 局部地区有短暂震雨 但雨势跟雨量都不大 确实情况还是很严峻 提醒大家要多加节约用水 才能够撑过这段干旱的季节 带你看到国际媒体重要的讯息 昨天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在150人热曼之翼空巴 最毁法国阿尔卑斯山 接着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热曼之翼4U9525航班 最毁阿尔卑斯山 无人生还 再看到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中国暖化速度近全球两倍 来看大纪元时报 台湾版报道 调研李光耀 马密复新加坡 最后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德国连航坠机已有两名日本乘客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您看到 国际兼债船不幸的空难事件 连架航空德国之一的空中巴士 A320班机 特别昨天从清晨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飞往德国的杜塞道夫 其飞约一个小时之后 从航管雷达荧幕上消失 最会于阿尔卑斯山南部 机上有150名乘客全数罹难 比德国67人最多 其实是西班牙45人 其中还包括16名国中生和2名婴儿 稍早逝世飞机的其中一个黑盒子 已经巡获 德国总理梅克尔 以及西班牙总理拉何毅 也都亲自复失事现场了解情况 目前多起领袖 已经对这起空难表示哀悼并全力协助调查 然而不幸时事的德意航空 创立18年来之前从未发生过空难 而这一年多来 所发生的空难次数可谓近10年来最为加严重 除了马航两起事故 台湾复兴也发生了马公和台北两件空难 从去年3月至今 国际间已经发生了8起重大空难事件 上千零难 将镜头转到台湾 来到日本核灾区的283项产品 疑似被业者违规书台 卫福部食药署上个月清查 发现有厂商把日本福岛核灾区 无限进口的283件食品 中文标签产地疑似造假 不过食药署却到了上个礼拜四 才通知下架 目前包括三有牛奶糖 午后红茶等知名商品 都已经流向了六都和新竹市屏冬县 在新光三月 太平洋搜狗以及爱买等百货贩卖 目前疑似问题产品都已经遭到封存 但事发已经长达了49天 遭到环保团体以及食安专家的批评 台湾消息的部分 嘉庆司法本周在立法院出审闯关 周一未还委员会 已经先行出审通过劳基法修正案 让员工分享企业利润 不过除了劳基法修正案之外 今天立法院还要排审公司法 以及工厂法修正草案 预料过程恐怕还将是重重硬仗 公司赚钱 员工分红可说是天经地义 国民党立凭加薪司法闯关 赵叶立委没人敢拖延 民进党也拿出态度 要帮劳工加加薪水 周一未还委员会火速出审通过劳基法修正草案 明定企业盈余分配计划要与劳工工会一同来订定 并且删除原有劳基法当中 无过失劳工才能分配奖金的规定 意思就是公司若有盈余 劳工依法将可拿到一定比率的奖金或红利 不容易遭到业者资方卡关 违反者将罚还50到500万元 加薪司法令委喊得火热 不过反观企业态度低调冷处理 加薪保证书是否又会沦为空投支票 外界预估剩下的公司法 工厂法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恐怕才是重突袭 明天我们经济委会里面 排所谓的公司法跟工厂法 是第一次的排审 那可能第一次排审 可能会比较难有所谓一个很大的共识 但是我们会寻求一个极大值 公司法第235条 它可能到最后就是一个宣示性的效果 然后基法29条 它现在可能先能规范到上市上规公司 等等的这些情形 我更希望看到是说 那我们如何有效的 而且是真正的最后能够达成的 让整体的我们的薪资的水准能够上升 劳工团体呼吁 法案修法还是要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 毕竟改的再好 资方不买单还是形同废纸 委员们凭选票的同时 还是要让劳工更有感 现在电视程会尧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发威 已经逼近西元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的高点 但市场对中国大陆网络股的热情 却反而逐渐消退 去年在美国挂牌上市的14家大陆网络公司 目前已经有半数的股价都跌破发行价格 优酷 维博 阿里巴巴 近年来中国网络公司在美上市 风光敲起纳斯达克中 但是彭博指出 中国指数28档网络和科技公司中 有16档去年第四季获利不如市场预期 包括百度和优酷土豆集团 而默默科技从去年在美国挂牌上市以来 股价下跌23% 而微博则比挂牌价下跌21% 而阿里巴巴去年9月在美国正式挂牌上市 一度来到历史高点120美元 但是阿里巴巴至今已从高点跌落28% 中国企业没有一个很厉害的历史 这个也包括了 可能不常一样 当这个企业上市 你会给Jack Ma 他在前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但他有超级选业材 所以你基本上把你的未来 作为投资者放在他手上 今年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上涨6.1% 可是去年14家在美国挂牌的中国网络公司 逆势反跌3.1% 一来一往显示市场对中国网络公司的信心下降 不安上升 自今开始从中国市场撤离 准备躲避风险 新唐亚特电视江紫阳编译 但你用100秒有很重要的财经讯息 日资企业华塘洋华塘将在今年的4月1日 关闭北京的又安分店 这已经是一年之内 华塘商场在北京关闭的第4家分店 根据统计 去年中国大型连锁百货全年关店26家 可能是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 华尔街日报报导 因为油价暴跌 花旗高盛和瑞银等业者向能源公司放款 加上又购买能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目前账面上已经损失了数千万美元 Facebook全球总共有14亿的用户 其中不少用户都储存个人的电话号码到Facebook账号中 基于这个庞大的用户资料库 Facebook正在测试一个叫做Fone的App 将用于来电号码的侦测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台北市长柯文哲满意度高达7成5 昨天台宣布要成立联合采购发包中心 让程序更加公开透明 电动新闻交点请锁定下一节早安新唐人 灵山圣地落叶归根 慎中追远 孝思无限 万诞山私立花园公墓 位居南投民间的明山净水 交通便利 是龙虎卧户的风水宝地 拥抱自然美景 吸取灵山地气 致敬先贤长者 必因后世子孙 万诞山私立花园公墓 喝到好水 你的身体会知道 瓦厚拉 遵循大自然 以三态循环还原水的本质 水分子高速撞击 活化水体结构 专利制成分离污染物质 真正能让细胞吸收的小分子水体 瓦厚拉 水和乐 乐你喜包的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中国又在传罢工事件 广东中山市新昌血液有限公司 4000名工人 抗疫公司欠缴住房公积金十多年 前天上街有行的工人一度堵塞附近道路 大批警察前来镇压 打伤多人还有十几名工人被捕 新昌血液有限公司的大批工人 23号上街游行 抗疫公司欠缴住房公基金 还有先前承诺工人调涨的工资没有到位 工厂附近的多条街道被堵死 交通瘫痪数小时 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封锁多个路口 使用警棍驱赶工人 双方发生冲突 多名工人被打倒在地 十几名工人被捕 24号上午 工厂附近持续封路 上百警察堵住厂门不准员工出去 该公司员工表示 公司从97年成立开始 就一直没为员工缴纳住房公基金 从23号开始起全场4000多员工罢工抗议 中山新昌协业有限公司 位于中山市坦州镇第二工业区 为台资企业 专业加工生产牛皮工作鞋 有员工4000多人 新唐人记者雄斌 舒灿采访报道 接下来看到中共将黑手伸向海外 澳洲牛省帕拉玛塔市的华裔市议员 胡玉民因为支持法轮功 多次受到中共驻雪梨领馆的要挟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 去年6月 胡玉民和帕拉玛塔市长 带队去中国两个城市和台湾访问之前 雪梨中领馆找他说 法轮功是非法的 并对他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是不能参与支持法轮功 揭露中共火灾器官的活动 第二是不能参加任何所谓 涉及政治的法轮功活动 不过胡玉民正告雪梨中领馆 表明不会领会中领馆的要求 胡玉民说 法轮功在澳洲是合法的 而作为一名市议员 他有权在自己的国家参加社团活动 没有必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中共前高官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 二月遭立案侦查后 外界评传郭伯雄因涉滩也遭调查 《新京报》今天爆料 郭正刚被带走后 妻子吴芳芳三月被限制活动 配合调查 继中共原国自委主任蒋洁敏 和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春后 3月23日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王永春 及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勇翔 被提起公诉 外界认为 周永康的秘书和心腹相继被起诉 因为当局对周永康的审判 进入倒数计时 汇丰公布三月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I 诸值跌至49.2 不只跌破50中枯线 还创11个月以来新低 远低于预期和前值 一批中国大陆制造的卫生棉 在黎巴嫩机场被扣留 原因是被检测出辐射量 严重超标35倍 这批卫生棉是由大陆一家 名为月朗科技的公司生产 宣称带有负离子 可增强免疫力 消毒除臭 该公司生产的卫生棉 在淘宝上也有贩售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 去年底上任之后 至今满三个月了 而根据媒体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柯文哲的满意度 高达7成5 而柯文哲在祭出三掌三砍政策 替北市府省下近6亿元之后 4月起还要成立联合采购发包中心 办理500万元以上的政府采购发包案 让程序更为公开透明 各位妹妹们不好意思 今天市政会议还是稍有迟延 开会用跑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做事讲效率 上了三个月媒体民调 柯文哲实证满意度 有7成5的民众都表示满意 而台北市政府为了确保采购效能与品质 成立联合采购发包中心 办理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政府采购发包 占台北市总预算的90% 预计4月1号开始上路 这个联合发包中心 他的目的就是用专业来取代非专业 柯文哲表示未来非工程单位 如警察局 教育局 社会局等 有工程采购需求 将集中在发包中心的平台处理 至于将来要不要把工程单位的 这种工程建设要不要统一发包 这等第二阶段再思考 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就是 把非工程单位的工程案 先委托到这个 集中到这个发包中心来处理 这是第一阶段的目标 大概就是这样 台北市每年平均采购 就有885亿 第一任联合采购发包中心主任 由前公务局长黄锡勋出任 但黄锡勋在担任新工处长任内 因新生高架桥改善工程逼案被起诉 是否适任备受质疑 自然他还没被判刑之前 我认为他是无罪 因为他目前没有在做事 有领薪水的都要做事 就这样 台北市副市长林青龙指出 年底智慧化设备完成后 发包中心会增加处理500万元 以上的老物或财物采购 并且逐步扩大业务规模 所有采购一律公开透明 且又单一窗口处理 在采购法规范下 务必要做到没有秘密可言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卫黄天峰 台湾台北报道 昨天降下了大雨 让各地集水区小有进账 增加了1到7天不等的供水量 不过水利署表示 下个月依旧要实施第三阶段限水 基金部部长邓正中更说 如果水情持续恶化 可能会冲击到今年的经济成长 九旱逢甘林 昨天台湾部分水库集水区降下大雨 气象局表示 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到明天为止 但受对流云系影响 各地还是有机会降下大雨 所以星期四开始的温度 会比今天要稍微回升一些些 但是下雨的机会还是有 就以这一周天气看起来 其实就南部地区来说 它下雨的机会 还是没有中不移北来得好 那就以气候上来说 南部地区它比较多的雨量 可能要到5月6月 没雨季以后 才会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水利署表示 前晚至昨天的降雨 对水库都只是稍微解渴 其中干旱最严重的石门水库 累积近7天的用水量 其他水库也增加 1到7天不等的供水量 因此4月1日在桃园 板心与林口实施的 第三阶段分区限水 仍照计划进行 而同样水情吃紧的台南 自从23日开始 进入2.5阶段限水 台南市政府也以声作则 公布每日用水量 并封闭一半水龙头 市长赖清德呼吁市民 继续配合省水 目标各家户每日省水3公升 在2月6号的时候 台南市进入第二阶段的限水措施 那我们有订定的各种 节水的方法 目前有一些已经达到目标 甚至超出目标 像工业用水 工业用水大户 我们第二阶段的限水目标 是5% 那他们不仅仅达到 已经达到11.6% 不过限水措施将直接影响到电子 化材 基本金属 及石化等六大产业 有经济学家预测 若5-6月人物明显没与封面到来 将威胁第二季GDP表现 全年GDP恐怕无法保三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工业用水大户 是否可以撑过3-5月这段期间 新厂的电视台北台南综合报道 台湾抗旱 再来看到美国 家族干旱持续第四年 水库容量创下历史新低 这项学家预估呢 家中的雨季就要结束了 为了阴影汉象 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新的限水措施 加州汉勤严峻 主要的水源来源 降雨和积雪都创下新低 2011年3月 又是美帝国家公园 积雪几乎覆盖了山峰 到了今年3月 则几乎是完全裸露 水库部分也相同 2011年 加州企业大桥下的 奥罗维尔园公湖 满满的绿色湖水 到了2014年 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蜿蜒小溪 不过除了降雨量 和积雪量锐减之外 接下来的情势 可能更加严峻 看到加州第一大城 洛杉矶的天气预测 接下来几天气温攀升 到了周四周五 还可能达到华氏90度 约涉事32.2度 国家天气预报 气象学家斯威特说 这才三月份 温度就上升到华氏90度 看来雨季基本要结束了 19号 加州州长布朗 宣布紧急发行 10亿美元债券 解决干旱危机 各地也出台各种限水措施 像是洛杉矶市 只允许居民一周 给户外浇水三天 基数和偶数住宅 轮流浇水 而长汉市则是允许 在周一和周四给绿地交税 而且不能用水管冲洗路面 还要求餐厅 只有在顾客要求时 才能提供水等 加州人口增加 和农业规模扩大 加剧干旱情势 如何真正解决汉象 考验政府能力 新唐人亚亥电视张启林 真理报道 一切明年选举 去年路过中正一事件爆红的 28岁正义姐苗博雅 被推派挑战国民党党边 爱事报 广告关火下节早安新唐人 带你了解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安博 安库 roast 烧烤万用炉 全球独创自动烧烤 各种食材皆可烧烤 拳击腰果也难不倒 360度自动旋转 荣获多国专利 森林寺不锈钢 精工打造 安全 无毒 耐用 携带方便 轻松搭起 友谊桥梁 潘伯 安库 来关心神游艺术团在台湾巡回演出消息 神游今天晚上将逆临台湾第四个城市桃园 许多平常忙于工作的政商人士 在两个小时的艺术盛宴中感受到敌尽身心 神游舞蹈演员的金正演出 节目的量胜信息 让企业家全冒发抗力 惊奇又感动 不管是男生女生的话 比如说这个在跳这个好像是扇子会转的那个 我们很担心 假如是拿手券 如果是这样交叉的话 万一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替他担心 但是后来我们是好像是躲移的 他们好像信念的非常的 非常的 让我们觉得真的是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我刚刚一直跟我先想 不只看好的一面 而且还可以体会到那种感觉是 好像是磁场上的 我也不会讲 好像第六感就觉得很舒服 本来是今天公司很忙 也是专程挖时间上来来看 欣赏这个 后来我就跟我先说 我听完好像感觉人 整个人就放松了 那种有一种很奇妙的磁场 神韵舞蹈及整台节目 演绎出中华文化 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 南投县议员陈翰丽形容 就像自己亲身融入 我觉得说好像深入其境 然后走入这些文化 五千年的这个文化 那甚至一些小时候 在看的这些故事啊 然后就真的好像在 或是在你面前表演出来 然后非常的有震撼力 那尤其是看到这个舞蹈的这个 这种感觉跟这种西方的这种音乐 是非常震撼的 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 让平日忙于工作的政商界人士 喜去一身疲惫 感受艺术饗宴的美好 新桃人亚害电视 林玉浦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第三势力又推出 青年翻转国会 舍民党团昨天推出 第二波立委参选人 当中还有在去年路过 中正一事件爆红的 真意姐苗博雅 而先前社民党团召集人范云 曾经婉拒与大党合作 不过昨天社民党秘书长 倒是没有把话说死 拿着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玫瑰花 第三势力在初级 打出女孩大战阿伯的口号 社运青年投入立委选举 勇于挑战深蓝艰困选区 如果有人问我 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想参政 我的答案是 因为我的国家 台湾 已经没有时间再等我们变老了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 可以现在加入我们 然后让三十年之后 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再像我们一样感到失落 很多人第一个疑问都是说 是完真的 还是要倡议的理念 我的回答都是完真的 我们要选 就是要以选人为目标 我们其实是抱着最大的诚意 跟大家看有没有合作空间 声称愿拿出诚意面对在野整合问题 两人双双挑战的都是民进党艰困选区 吕欣杰将对上资深国民党立委费洪泰 而苗博雅 瞄准的中正文山区则会强迫国民党大党编赖斯堡 人权律师顾立雄以过来人心态提醒政治现实 接下来我们看看你怎么打赖斯堡 好不好 好 选战总是要打赢的啦 对不对 大家出来选应该是要推有胜选的人 我还好不是民进党党主席 民进党党主席的话 就伤老金 但如果我以 民进党员的身份来看的话 我如果民进党要推 假设民进党确定人选出来 我们都愿意进行沟通 然后在理念相同的情况下 有机会协调我们也希望可以协调 顺民党希望能先与绿党合作 再与两党合作架构与在野协商 不过苗波亚即将投入的中正文山选区 还可能遇上同是小党的数党盘汉生参选 第三事例后续如何整合有待观察 新唐亚太电视成龙张轩 台湾台北听到 再看到今天3月25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卫福部举办医院缺水 紧急应变措施记者会 财经消息方面 台湾国际照明科技展开幕 另外台北还有一场打造 友善创业城市产业论坛 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台湾电商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洪志 都将出席 体育消息方面 今晚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中指统一是对上中型兄弟 带你看到3月25号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今天的早安新趟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